哈囉哈囉,我是虛擬RTuber璐洛洛 這次要帶來的是稻妻聲望任務中 一個比較能夠快速解完的小支線,易因 剛好洛洛目前的任務探索進度解到這邊 若你剛好還沒有解到的話 可以跟著洛洛一起來看看這個任務的解法哦 任務主要是去治療稻妻群島上5顆受到置入異物的雷音術 流程大約10-15分鐘以內 完成後可以獲得寶箱和成就 沒開始前如果你還沒有訂閱洛洛的頻道的話 記得先訂閱一下哦! 我們可以先到踏背沙附近的傳送錶點 並跟著洛洛標示的位置來這裡找到NPC阿信 出發完任務後我們要先到盜寶團營地打敗敵人 或取進一副消息 隨後阿信也委託我們幫忙清理雷音術上的異物 第一顆雷音術剛好就在阿信的旁邊 靠近雷音術時可以使用元素飾演查看藍色漩渦 由於靠近雷音術時會有落雷追蹤 我們需要引導雷音術將落雷擊中在藍色漩渦中 每顆樹都會有三個 清理完後會出現寶箱在樹下以及取出異物 第二顆雷音術位於踏背沙七天神像的北方海灘 一樣在這邊引導落雷擊中藍色漩渦取出異物 第三顆雷音術位於踏背沙西方傳送錶點往南一點的地方 傳送到這邊後可以透過召喚雷種子來往上飛 再跑一段距離就可以看到雷音術按照前面指引取出異物 第四顆雷音術位於踏背沙西南方傳送錶點往西的地方 第五顆雷音術位於九條正屋北方的海灘 全部都清理完後回去找阿信回報 最後會再去一趟盜寶團營地戰鬥 戰鬥完一輪後他們還會再喚醒在此處沉睡的無像之雷 按照正常的無像之雷打法就可以結束 同時也獲得成就神無種作戰計劃 然後就解完啦! 以上就是關於雷音的相關任務流程 難得腳本寫這麼快這有點不習慣 由於最近2.1版本快要更新了 可能後面又要開始做一些新角色的內容 洛洛這邊近期會陸續補上一些細碎的聲望任務解謎流程 若是解任務的進度跟洛洛差不多的話 可以慢慢等影片更新哦 洛洛也會把一些比較類似的任務分類在一起 讓大家在解任務時比較不用跑來跑去 一次順便解完就OK 最後也希望大家都能順利解謎完成 那有任何問題可以在底下留言洛洛都會一一回覆 覺得影片內容實用也歡迎分享給更多人知道 若是想支持洛洛的頻道內容也可以點擊 加入按鈕來請主播班會員 目前每週日晚上也會固定只會玩原神 每週一到晚上9點半更新影片 我是虛擬Youtuber璐洛洛 我們下次見唷 - 歡迎 – 今天的影片就會下集中 - 高雄駿耳機 - 今晚我情況下 - 詞ix點 – 喬芋 - 或是要先仔細asaki - 驅嘗 - 稍蠶機 - 螺烏洛 - 如果沒有影片 - 及時按鈕 - 我們下次見 - 或是會